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扎尔他是六年来第一位访问台湾的美国内阁官员 他今天也在推特上面发文说 他很荣幸到台湾来传达美方对台湾的支持 稍后三点钟的时候呢 他也要参加AIT Techroll这个卫生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 而这一次呢 阿扎尔到台湾来呢 其实有很多小细节里面都隐藏了玄机 譬如说他搭乘的专机是属于副总统的专机 而且罕见的留在台湾过夜 过去呢美军军机通常不会在飞邦交国驻留 以往他们会先飞到冲绳去待命 等到政要离开的时候他再飞到松山机场 那这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尤其在这个时候呢中共跳脚 我们看到中国官媒这个环球时报 他们就说美国连打台湾牌挑衅中国 甚至呢凤凰卫视也报道说 美国打台湾牌是不要命 是在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 有这么严重吗 好那么我们接着呢也要来看到是有关于高雄市长补选 昨天超级星期天蓝绿白大咖都到高雄卖力的催票 拼大咖也拼证件 但问题证件呢你要看看提出好不好 我们看到李梅珍他提出这个海水冲马桶的证件 被大家议论 今天他有回应 他说因为民进党执政呢没有解决高雄水的问题 所以他要长期的规划分阶段进行 希望市民未来不要再买水了 好可是现在呢就有很多人在讲说 这根本就是一个基本常识的问题 比如说王定宇他就说 国民党提名连基本常识都欠缺的人去选高雄市长 是把高雄人当什么呢 好李梅珍现在要怎么样拉台声势 大家也在关注说 韩国瑜到底什么时候会现身站台呢 而根据了解韩国瑜已经表态说 基于感情跟道义 他一定会全力帮忙 同时倾向在14号选前之夜 回到高雄替李梅珍辅选 好不过这样子到底会不会反而帮到忙呢 我们稍后都有更多精辟的解析 好先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瑞德哥好 清平好大家好 好再来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小黄姐好 清平好大家平安 好另外是国民党桃源市议员黄近平 敬平好 好平安 好还有政治评论员余妹妹妹好 清平好的也好 同时在现场还包括了民进党立委 庄瑞雄赵永远好 清平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先来看到有关于高雄市长补选的部分 昨天这个超级星期天 刚刚也讲到蓝绿白 他们都请到了大咖驻镇 陈其迈这边找了赖清德 那么国民党李梅珍请来了马英九还有江启臣 民众党的吴义正则是由柯文哲陪同 先带来看看 超级星期天绿营未拼高雄市长补选大造势 副总统赖清德站台相挺 陈其迈抢票不分蓝绿 先告自己准备好了选战PK 蓝银也找大咖相挺 李梅珍 除了国民党主席江启臣 全国青年后援会成立大会上 前总统马英九一周内第二次来到高雄复选造势 当中央委员的时候 我第一个反应的意见 我是直接说 民进党六十几年次就当了主委 我们国民党六十岁 谁坐得到那个位置 可是今天我来了 没多提青年政策李梅珍反而检讨起国民党对青年态度 听在大佬耳里只怕有点尴尬 一早扫街行程 请来新北市长侯友宜及台中市长卢秀燕助陪 而民众党在打柯P牌 我们接下来 他要吵的是我们的吴亦正候选人 以及柯文哲柯市长 吴亦正与柯文哲一起在反空屋游行中现身 前一刻陈其迈才刚说完话 绿白即使同场双方时间巧妙错开没有同框 选战最后关头争取选民支持各自布局 在选战最后关头超级星期天 蓝绿白大咖都现身 那么昨天一整天 瑞德哥也做了很详细的观察 你有看到什么样效应出现吗 事实上 那么昨天是超级星期天 也就是在选前最后一个假日 所以三方阵营 大概大咖进出等等 那么我注意到 观察到柯文哲已经是第六次邦无意证战台 那么这次对柯文哲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那么这次打的是代理人战争 表面上是三位高雄市长的补选候选人 那么事实上后面打的是代理人 所以你看柯文哲六度下去 那么几乎是帮他大力背书 不过这也冒了一个风险 为什么呢 如果礼拜六开出来 吴亦正的票数即将反映柯文哲 在高雄的影响力 更在南部的未来前途 所以我们礼拜六就拭目以待 就看吴亦正跟柯文哲 那么他们表现会怎么样 那么李梅珍的背后当然就是韩国瑜 那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那么韩国瑜的团队 你看郑兆新 现在他的团队的发言人 也是他本来的新闻局长 所以这几天听说 韩国瑜的包括前副市长 陈雄文等人也会过去帮李梅珍 所以显然他的这个代理人战争 背后就是韩国瑜 就看韩国瑜在什么时候出来 个人认为以韩国瑜 存不住气的个性 最后一天应该会冲出来 就是选前一天 他照理来讲应该提早出来 但是他的幕僚一定会说 如果提早出来的话 可能会反效果 因为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 你吹得出韩粉 九三九零九零票 罢免票那些人都冲出来 那么另外一个 当然陈其迈所带 后面就是 他是所谓的英系的要条 所以后面代表的就是蔡英文 所以礼拜六 那么这一次我先说 高雄人很偉大 为什么呢 今年一年来的三次选战 全台湾跟高雄做得到 1月11号总统大选 然后高雄人用一百一一零九 一零九给这个等于蔡英文 那么当选 然后紧接着来 6月6号吓死人的 九三九零九零 对吧 那罢免了这个韩国瑜 那么礼拜六 高雄人又即将要决定 他们的新市长 专台湾跟高雄做得到 那就表示高雄是一个 很偉大的地方 那昨天为什么会在那个地方 因为很简单 昨天聚会这个室内 那么因为可能 因为连续两天晚上都是 指风车要带给孩子们 跟家长亲子欢笑等等 又加上高雄很热 所以在室内有冷气 大家戴口罩 里面四千多个椅子 全部挤得水泄不通 那事实上 昨天也是因为 九八头就是台湾民主发言胜地 那么台湾第一场不要命 在那个年代可能会抓在枪壁 的民主胜地 街头游行 就由九八头开始 所以九八头也是这一次 罢韩所有高雄三十八个区 那么罢韩投票率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的 这个地方 九八头是了不起的一个地方 那么紧接而来 当然那李梅森的部分 他一直我一直不了解李梅森为什么会提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但可能声量网路声量是没有错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讨论度不代表就是支持度 像他上礼拜提出来的这个惊天动地的大大 这个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我知道台湾的这个核能发电厂一定都盖到海边 为什么呢 哎呀核子反应乳需要海水冷却等等 但香港缺乏淡水我可以理解 他们用海水相关要如何淡化如何冲马桶 高雄要冲海水冲马桶 这个比较跳通一点 你知道吗 当然了这个李梅森他可能用意是说那是远远期的就对 但你提出一个东西来让人家攻击 那讨论是一回事 但是让人家攻击你又打不出来那就很糟糕了 因为很简单 海水你要知道 你如果在淡海 在海边 你都知道海风险来 你家在谈我问什么都很容易就腐朽 都很容易袖死 那么你还要管线 从管线拉到这个 等于说你的自来水厂拉到这个 这个不可思议 整个金额超上千亿以上 但是他达到大家关注的目的 只是说关注的好像那个焦点有点失焦了 有声量 并不代表就是大家支持他了 那有关于这个海水抽马桶这个规划 到底要花多少钱 我们等一下会算给大家听 好 我先回头请教一下我们小方姐 就是说我们看到在这个陈其脉的部分的话 那现在就是扎扎实实的打路战 而且他也跟市民讲说他准备好了 同时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也跟韩粉喊话 他怎么讲他说韩粉也是我要谦卑要服务的对象 你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陈其脉选到现在他最大的对手是陈其脉本人 他陈其脉除了说他是他要面对的是2018年很多的高雄市民 为什么在当时选择要投给韩国瑜而不是投给陈其脉 他要跟这一些的朋友对话 更重要的是他如果想要垫高他的这个支持基础的话 也就是说他要在上次不管是79万票 或者是这一次他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民众 尽管是在补选的时候还能够愿意出来投票给他 所以除了他原先的支持者 他还必须要跟过去没有支持他的人 甚至于是跟韩粉来对话 我觉得这是他所以努力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超级星期天 他所摆出来的阵仗 除了我们刚刚讲到指风车 因为指风车前一阵子因为遭到了助容 所以他们真的很需要大家的关心 还有遇到疫情 的确一些艺文团体都需要帮忙 所以他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给艺文团体一些温暖 也希望说这些艺文团体能够给高雄 甚至于最重要的高雄的一个未来的希望 高雄的孩子一些快乐的暑假 所以他先跟孩子们对话 先跟高雄的年轻的家长们对话 接下来他透过的包括像 所有的会之作事连线 就是从北到南包括了基隆 桃园新竹 这个台南的黄伟哲 然后嘉义的翁张良 那整路下来 那一起希望给高雄市民 但来说这一些年轻的 或者是对于民进党来讲 他们都算是终生代的这些的政治人物 那给高雄人告诉高雄人说 你看看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得很好 那他为什么要跟自己比 其实我们大家也看得出来 其实是因为李梅珍 真的是我觉得我听到大家觉得 我现在看到李梅珍 我真的是觉得很担心 我替他觉得很担心 因为我会觉得惨不忍睹 一位的政治人物 你要出来选高雄市的市长 但是你的没有准备 竟然到如此的地步 你看到说 从他选举补选一直到现在 他到底留给台湾的政坛上面 或留给高雄市民什么样的记忆呢 我只记忆到了 你说谎胸部会变小 然后还有我要蓝母酒的产业 但是我们种黑甘蔗只占高雄市的 0.8个百分点 所以未来我要把过去高雄市区的部分 我要把它全部的大楼都要产平 要三倍的地种甘蔗 我才能够达成李梅珍 它要产生蓝母酒在全世界 产量占十分之一的 这样子的一个美梦 等一下说不定还可以找雨珍 跟我们大家分析的更清楚 然后现在更重要的是 竟然讲到了说海水冲马头 那他这几天很多的记者去问他 他说难道他只想要解决高雄人提水的问题 高雄人有在提水吗 高雄人有提水去冲马桶吗 这些你对于高雄到底是有多不了解 你对于你自己的选区 左营男子不了解 你对于你自己的选区 莲池潭不了解 你对于高雄人的生活 高雄人就算去提水 那也是泡茶 或者是 是马水来喝 不是冲马桶 对因为他们觉得水可能有一些的味道 他们喜欢那种比较软的水 然后让这个茶泡起来会比较好喝 谁去买水冲马桶 拜托这真的连生活小尝试 他都没有办法来理解 然后刚才瑞德哥讲到 说那个整个冲马桶的成本 等一下说不定我们也会分析 刚才举的是香港的例子 香港是在哪里 海水冲马桶 是在新界 那是新盖的公屋楼房 那因为他的管线全部重埋 那现在在高雄的话 很多的管线是旧管线 那在过去民进党执政时代 好不容易我们像我们现在 我们透过前瞻 希望能够去改变高雄的所有的管线 让他们的这个家庭的污废水 能够排到比较容易 让这个水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回收 结果李梅珍这些的重要的 高雄的建设不谈 他去谈一个海水冲马桶 我觉得真的是整个把高雄的 这场选举给玩low掉 这真的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个idea 但是李梅珍现在推出这个新的政见 就是说他觉得解决高雄水的问题 可以用海水冲马桶这一招 我们现在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我现在想要来解决高雄水的问题 为什么就要跑来扯后腿 如何改善高雄20年提水问题 李梅珍有新想法提出海水冲马桶 但证件一出被网友轰到翻 这样要再签一条管线 签谁要付跟本田芒夜谭 海水缘分可能腐蚀管线跟马桶 被追问相关配套 李梅珍不断跳针 我说过这是一个长期的规划 这是高雄人不用提水 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第一阶段要怎么做 我刚刚讲的这个政策 我就是不想要让高雄人来提水 我希望高雄人未来就是不想要提水 我刚刚讲的这是一个长远的规划 那我们现在就是想要高雄人不提水 问管线费他回不提水 可能很重要还讲了四次 看看他近期表现 也被说跟韩国瑜的口号证件雷同度超高 升级台这个是一定要谢谢 在前五天 开发石油 要求迪士纳热源 蓝母酒产业 我会让高雄没飞水舞 人人喝好水 韩国瑜先喊再说的证件全跳票 海水冲马桶都没有具体规划 有利于亿元换算 海水冲测锁光是更换全高雄8000公里管线 以每年换62公里花7亿元来算 就要903亿元129年的时间才能全部换完 刚开始韩市长在讲说要花石油 一开始我都不会去否定人家的创意 所以他要算出来说他大概成本多少 要不然 实在是 海水冲马桶实行困难度 连对手听到都摇头 而针对自己端出的牛肉被追问细节 却不断挑针 李梅珍的新政舰是否可行留给外界一堆问号 山顺主委大天据大谷不先高雄报道 到底可不可行呢 你提出这个证件的话 那如果有人质疑你 是不是一定要捍卫你自己的想法吗 但问题我们来看到 李梅珍现在抛出海水冲马桶这个想法 大家就问说那费用规划呢 他就说因为民进党执政花三兆多的预算 负债3300多亿 对高雄的水都没有解决 我想解决问题 你们干嘛叫扯我后腿啊 然后大家问他说这个费用规划 他就一直跳针 他怎么讲 他说我就是希望高雄人不用提水啊 希望高雄人不用提水 讲了好几次 那现在呢 这国民党籍的这些县市长 包括了像卢秀燕啦 侯友宜他们也捍卫他的说法 说自来水是国营事业中央主管的 那么民进党中央执政五年 有没有给高雄人干净的水啊 侯友宜也讲说 李梅珍政界能提出来表示 他有决心啊 想做好这个事 那么陈其叛他就说 如果侯友宜跟卢秀燕都认同 那新北跟台中要不要都跟进啊 好对于这样的一个计划 有的人是说感觉好像还蛮有远见的 凡是以后的事嘛 那有人讲说你这根本是天马行空 来 专委员怎么看 不晓得李梅珍为什么这么天才 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天马行空 大家就认为说 这个到底在讲什么的一个证件 其实你注意去把它看 你要看一个候选人 他到底想表达些什么 第一个他就说 我要解决高雄人提水的问题 我第一个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就觉得奇怪那天怎么每一个都在讲 这什么海水要来冲马桶 我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是海水来冲马桶 我就不晓得这个要干什么 然后我突然就发现 这两天其实他声量非常高 海水冲马桶 到处都有人在讲海水冲马桶 那我说我就在想说 奇怪那高雄是没有水来冲马桶 大家会看了以后以为说高雄的市民 是不是每天都要去提水去冲他们的马桶 然后就说高雄人要提水来冲马桶 所以他说不要 那我第一个想法就是 现在不用自来水了 或者说从地下水拿起来冲马桶 现在我们提海水来冲马桶 想一想又不对 哪有候选人会提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像我们屏东跟高雄 我们常常在跑 尤其是我在屏东的地方 我到处会去泡茶 我们去泡茶的时候会看到很多人 他不是说水龙头一打开 我们屏东又有自来水啊 大家在泡茶的时候不是用自来水 所以你看旁边又有一桶 那一桶呢 其实也不是我们去提的 你哪有时间 就是你要看水车会载过来 山泉水 一桶 10块 10块就大家放在那里 开始泡茶 我第一个想法是说 可能高雄人也都是这样 然后说要解决提水的问题 然后可是我第一个想法是说 那是不是变成解决提水的问题 晚上就会去干海水 然后或者说第二个 你要 可能他的想法是说 没有那么天才 那解决提水的问题 就拉管线进来 我会觉得怪的地方 你像比如说我住东港 我家就在大鹏湾的前面 所以我看出去就是海水啊 可以啊 你可以用海水冲马桶 你的想法是说 那怎么用海水来冲马桶 那我们整个东港 你像我那个整个选区里面 全部都沿海嘛 你就从那个新原东港那边 一路下去之后 台湾海峡 巴士海峡到派平洋 也都没有人去想过说 用海水来冲马桶 你用海水来冲马桶 第一个大家的想法是说 我家有一些山坑路 我们要够用整档了 海水这个东西那不得了 所以说 所以你会觉得说 这样的一个候选人 他怎么会提出 这样的一个证件 我都觉得 本来我会觉得说 他可能一下子要呼嚷过去 剩下几天 五天 其实不到五天 剩下四天多 我把它算一算 我电视一打开 我这几天一看 全部都在讲海水冲马桶 我觉得他赚多了 我觉得这个人好聪明 国民党好聪明的一个候选人 可是问题是说 你这个讲多了 我看每一个人都骂他 没有一个人夸他 所以你一路被讨论 声量好高 可是每一个人都一直骂你 一直骂你 难道真的他提出一个证件 要在人家骂四天半吗 所以候选人 国民党这一次 他一定大摇头的地方就在于说 我好不容易去挑一个比较清新 看起来也相对年轻的一个候选人 可是呢 你每次提出来一个证件 不是就是 说要回复到那种古老时代 五十年前 大家就会来证感情 不然现在就是在跟我讲说 大家去用海水袋来冲马桶 是让把高雄人给颠覆掉了 就是我们当地是要算什么 的一个企定 韩国瑜去的时候 其实韩国瑜上次在选的时候 那他声量真的是高 民进党我们有必须要 检讨了一个地方 确实我们提出一些政策 让民众带来 就觉得你给我带来不便 那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也被炮轰 我们也付出代价 你一个韩国瑜上来 以后现在连被罢免掉了 他还认为说 韩国瑜以前用这样就能动算 我也要来用这一步 可是他忘记说 韩国瑜溜一溜 刚被罢免掉而已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 现在已经是痛苦不堪 还好 这个垃圾时间 也剩下四天半的一个时间 所以这样狂涩 你看每一次在那个垃圾时间 在打一场篮球的时候 动不动 那个也要投三分球 那个也要投三分球 你常常会发现 怎么动不动就有栏外空心 或者球都乱投了 就是在最后面的这个垃圾时间 现在看来 国民党一定是赶快期待 这四天半难熬的时间赶快过 赶快过去了 但大家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李梅珍会提出这样一个政见 难道他的幕僚都不晓得吗 然后大家也都没有办法替他去做一些捍卫吗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有人就把他算了一下 这是台湾激进组织部的主任李雨珍 他就算说海水冲马桶的政策 大概是四千亿 再加上兰姆九 这个2.7兆的话 他的政见就高达3.1兆 好那现在雨珍就在我们的线 我们的这个线上 现在我们在做这个视讯的连线 雨珍好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说 这个海水冲马桶这个政见要花4千亿 你到底怎么算出来的 好那因为我有制作一个手版 然后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手版上面的这个 我是称为这个叫做前卫建设 就是用钱砸出来的这个卫生建设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高雄目前的管线总共是7千多公里 那如果我们要把这些管线全部换掉的话 其实要花703亿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这个每家每户的这个冲水的这个设备 也要重新来设置 因为刚刚这个中文有提到嘛 就是海水其实会非常容易造成腐蚀 那我们可以看到113万户呢 他就总共要花2594亿来做改善 那我们把这两个加起来 还不只是这样 我们必须要加这个加压站啊 然后配水池啊 还有包括他的这个管线 必须要比较特殊的啊 因为容易腐蚀嘛 所以我们这边预估出来是大概要花4千亿 而且这个只是说至少我们要花4千亿 那我自己本人会觉得就是 李梅珍有可能因为他的这个整个论文 其实是需要同学互助才有办法来完成的 所以他在这个研究政策方面 他可能没有办法抓得这么精准 就这些可行性到底怎么来进行 他其实没有办法 那除了这个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4千亿之外 还有之前他所提出来 他希望莱姆九可以占这个全球的10%这样的市占量 那我们光是估算他要去做这个地价的征收 我们只算这个就要花2.7兆 那可能听的观众朋友可能会不了解说 这个4千亿或者是2.7兆大概是什么概念 其实4千亿就是我们中央在做前瞻建设的时候 一期四年的预算就是4千亿 那我们整个台湾的中央总预算 一整年大概就是花2点多兆 所以其实李梅珍他所提出来的这些证件 加起来全部就已经超过台湾的中央总预算了 所以在这边我就会觉得说 你现在到底是要选台湾的总统 还是你是要选高雄市长 其实大家是搞不清楚的 你知道吗 而且另外一方面我会认为说 其实李梅珍大家都有点在说 你是不是这个韩国瑜2.0 因为你所提出来的证件 其实第一个不可行 然后第二个就会让别人觉得说 哇这个比如说爱琪摩托天伦 大家就会一直来讨论 哇海水冲马桶 这个大家也会一直来讨论 甚至说也有很多朋友在说 台湾其实蛮常使用免制马桶 那如果我们今天把水换成海水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人就是有伤口 这样子应该要怎么办呢 所以他就会变成 他对这个上面的讨论就劝 对对对就会 所以这已经变成说 对我自己也会觉得蛮 因为现在在路上 比如说你递名片给别人的时候 大家就会说 你不是那个李梅珍的妹妹吗 你看李梅珍跟他太像了 插个字啊 对你会很不冷心 你会觉得说一个 因为梅珍议员 而且他已经选到就是第三届了 然后你会觉得说 你已经是第三届的议员了 你怎么会对这些东西完全没有概念 包括说大家在问他说 你的这个管线你应该 接下来你会怎么规划呢 他就说我们这是一个 长期的计划 可是其实我们做政治工作 大概都知道 我们要先有可行性评估 接下来我们才会到规划设计 然后我们才会到工程发包 但我在李梅珍这个议员身上 完全没看到这件事情 所以会让我很震惊 想说 国民党现在是 就是都没有年轻人了 然后就随便推一个李梅珍 然后就是赶鸭子上架 然后让他好像落入一个深渊 就是别人在问他问题的时候 只有办法一直跳针 所以真的身为台湾的这个年轻政治工作者 真的会觉得说 如果国民党派不出什么更好的人的话 拜托你们就不要在台湾政治界乱 好不好 拜托你们把这样子的位置 把这个机会让给更有头脑 然后更想来努力付出的年轻人 是是好 所以宇珍把我们算出来说 海水冲马桶这个政策 大概就要花4000 以这还得了 好宇珍你先在线上 先不要下线 好 我们先请教妹妹怎么看这个事情 好 妹妹 我先说 我觉得李梅珍 她提这个天才政见之前 她如果先请教过我们的李宇珍 她就不会闹这个笑话了 宇珍你真是比她用功还太多 因为我发现李梅珍 大家问她海水冲马桶的事情 她除了说高雄人不要提水之外 什么都讲不出来 那事实上我也是觉得说非常的天才 就说 怎么有人会想要这个东西 请问一下高雄 那个宇珍我请问你 高雄现在大家是提水冲马桶吗 有人在提水吗 当然没有 都没有嘛 就胡扯一通嘛 对不对 那高雄事实上 从谢长廷担任市长以来 爱河的整治水质都有改善 这也是事实 那我相信大家很清楚 高雄一年预算就1000多亿 他会提出这个天才的政见出来 我会觉得说 不可思议到极点 他连这个资金的来源 他的效益 他的成本 居然大家算一算 你如果要铺的话 要129年的时间 也要用到4000亿 我的天啊 你天马行空到这样 我们才刚送走一个韩国鱼 请问一下 迪士尼在哪里 赛马场在哪里 爱情摩天轮在哪里 漫威在哪里 全部都是空话 现在又来了 继莱姆酒之后 就是海水 我的天啊 你能不能不要 整天跟我们喷口水 所以我是觉得说 高雄人非常辛苦 一年半之间 为了韩国鱼 进出了三次投开票数 8月4号要第四次 又要选一个新的市长出来 那我觉得很可惜 就是国民党 为什么对高雄 是这样的没有诚意 你急救张推出一个人出来 然后这个人完全没有准备 他甚至论文是有问题的 他甚至于什么东西 就推给别人 他甚至于完全的是 我认为是漠视高雄市民 那服选的人 也完全没有一个诚意 你们推出来市长被罢免的 你们没有一句道歉 那所有的一切 除了抹黑对手 你们还会做些什么 一些天马行控室政见以外 又有一些什么 那我只是觉得说 海水冲马桶 我单单想这个东西 我只请问李梅珍 就只要问他一句话就好了 高雄很大很大吧 那你要把海水拉拉拉拉 拉到什么 小林村吗 拉到拉马下吗 拉到山地乡吗 你会有这种天才的政策吗 能不能学一点负责任 在你信口开合一个政策之前 不要把高雄人当作是 当作是毫无意识 那么容易被呼隆的好吗 那我也谢谢这个雨珍 这个很辛苦 让我们知道 从你的严谨的推算当中 让我们看到 国民党的市长候选人 是多么的不严谨 谢谢你功课做得真好 所以真的是让人家觉得 信口开合 那对于这个 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竞评你怎么看 不会觉得说 这实在太天马行空了吗 大家随便算一算 都跟你讲说四千亿 的确是很天马行空 但我觉得 抛出这样的一个政见 我先在研判 不知道是不是跟他 8月4号去参访 这个自来水公司有关 因为后来他就这个 8月7号就在 晚上在脸书上就po出来了 那8月8号跟8月9号 今天8月10号算第三天了 这个po出来脸书 这两天就开始引起 很大的这个讨论 当然如同刚刚瑞雄委员说的 在网路上的确引起 很高的这个声量 那多半啊 声量有正有负 但是可能负的也比正的多 但是我觉得政见的讨论 总比之前围绕在 他一直一路挨打的 这个有关于论文的 这个问题 也未尝不是 你觉得现在这样 比较好吗 国民党内部听到这个 政见没有吓傻吗 你接下来一路 还是在谈这个论文 谈不出东西 那就像之前在节目上 希望他能够回归到政策 能够提出一些政见 然后不管是他提出来 像刚刚有讲到兰姆九啦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前卫建设 这样的一个海水冲马桶 那或许是他跟他的幕僚团队 我相信他一个候选人提出来 不可能他一个候选人就丢出来了 一定是他跟他的这个幕僚 跟他的竞选总部 跟他的团队 或者是他的 他自己的智囊团 有没有深思熟虑 或是讨论过 如同刚刚包括来宾 还有这个几位在讨论的时候 说到了这个经费 什么几千亿啊 然后甚至跟他联想到 之前在提兰姆九的时候 可能也要2.7兆 2.3兆这样的花费 有没有思量的清楚 这的确是 不是在执政的时候 没有考虑到这个经费的估量 然后还有包括可惜性评估 然后很多的东西 管线的铺设 的确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我相信他在担任这个市议员的时候 可能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体认 再加上自来水的这个业务 算是国营事业 自来水公司是中央的东西 你要去 我自己碰到的经验是 你要去一些穷乡屁壤 偏远的地方 山区或者是郊区 不是都会区 你要去铺设 那个经费动辄 少着四五百万七八百万 那个都算经费算少的 有的要上千万 那个地方政府 都没有那么多的裁员 无力去负担 都一定要透过立法院 立法委员去协调 然后找经济部 找国营事业 找自来水公司去帮忙 所以自来水公司会有很大权 那自来水公司 全台湾 台风金马 中华民国 全国有那么多地方 他凭什么先装你那个区 他总有他的优劣顺序 优先的一个状况 所以管线铺设 本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那所以我觉得说 在提出这个政见的时候 或许可以去参考 其他县市 其他国家 其他地区的一些做法 当然啦 至少引起一些 这个政见的这个讨论 我相信 他们自己本身 也会上了这个一课 那至于说 怎么样到时候去辩护啦 如同大家提出来的时候 你的经费怎么来 你的财源怎么弄 那将来这个管线怎么弄 有的人甚至说 扑了完了之后 要120多年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那政见天马行空 那是不是做得到 还是只是想想 想想而已 想想其实大家都会想 但你是觉得说 至少他提出来也不错了 大家可以激荡讨论一下嘛 那刚刚那个 瑞雄委员说 是垃圾时间啦 所以最后四天 可能就随便一点 我觉得也不见 也不进来一定是在 这个最后剩下四五天 拿出来这个 大家闲客呀 然后这个打打屁这样子 我相信他们在讲的一些 主要就是想要解决高雄人 长期的心里面的一个疑问 他心里面的痛 这个水的问题 希望能够正视 透过这样一个攻防焦点 也许大家笑他 但是这个水的问题 至少引起大家的重视 好 我是怕说这个问题 一提出来 可能高雄人会觉得说 问号更多 我们休息一下稍微来 好 回到前进新台湾 我们刚刚讲到说 李梅珍他推出了很多 让大家瞠目结舌的这个政见 那么他到底要如何 拉抬他的声势呢 现在也传出说 韩国瑜可能会出面 帮他辅选 我们带你来看看 市场扫尖遇到支持者 热情簇拥 陈其脉身边 紧跟立委议员等人 组成KIN KIN KIN团队 南英对手李梅珍 预定在11号 请出前韩市府首长团队PK 民主就是 大家会给你机会 但是你做不好 就会让你下台 因为李副市长 大家都知道他开刀嘛 所以我也不忍心 让他再出来 那至于叶匡时副市长 他可能现在有工作 也不方便去耽误他 所以应该陈雄文 是副市长会带队 李梅珍证实 前韩市府团队首长 的确准备帮忙站台 而韩国瑜何时现身 现在韩市长的部分 还在联系中 如果有追新消息 我会跟大家报告 韩国瑜不排除 14号选前之夜才出现 原本和韩国瑜 保持友好互动的 吴义正这么说 民主社会 不需要伟人 也不需要名人 也不需要一个 所谓的 谁是救星 没这件事情 不比以往有模糊空间 接受民众党征招的无意证碍于党派 只能壁垒分明 补选投票日倒数五天 媒体创办人黎智英和四子 被香港警方以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中 勾结外国势力罪名被捕 绿白表态 我们要谴责港府跟北京当局 这个对香港严重侵害 民主法治跟自由人权 我们反对香港 中国利用香港 在强制压制 逮捕不同意见的人 对香港警方做法 同声谴责 吴玉正和陈希迈 暗中较劲 三立熊南部众号报导 韩国瑜会不会出来辅选 我们等一下再来谈 我们先请教在现场的侍聪哥 就刚刚我们讲到说李梅珍他提出 这个海水冲马桶这个政策 然后这个激进的李宇珍 他也替他算一下 就是你如果真的要完成这样的证件的话 大概至少四千亿 是 我觉得其实李梅珍 跟他写论文的态度是一样的 他这个证件倒不是他真的自己发明的 这证件是有人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超人家的 超人家的 其实有两个国家真的有部分的马桶 是用海水冲 一个是在香港 一个是在新加坡 那我们知道他之前可能有跟韩市长去新加坡 去香港访问 他自己可能有去新加坡 他可能去考察之后 可能看到什么 就跟韩市长很像 看到什么就讲什么 那他看到这个 觉得这个可以超 但他其实没有很仔细的去想说 香港为什么会当初 现在香港大概有85% 他们的大楼是用所谓的海水冲 那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到这样一点 是因为他们早期香港缺水 没水嘛 没水的时候那时候就说 新大楼 新大楼 所有在早期盖的新大楼 就要用海水系统 那海水系统里面除了 刚才各位都有讲到 大楼里面要有自己的这个系统之外 包括说还要抽水站 管线有了没有的这个投资 香港在当初投资 就已经投资了好几百亿这个港币 到目前为止 每10年大概花到50亿港币 大概折合新台币是 189亿200亿 所以你不是只有 管线那些重新铺设之外 你还要再重新 还要再每一年还要花几十亿的新台币 这样子去维修跟维护 那我觉得其实 其实他讲的 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说 提水或是水的问题 的确是高雄人的这个痛 但是怎么去解决 我觉得他没有讲到真正的重点在什么地方 那重点是什么 第一个重点很简单 现在现有的高雄的老旧的水管先换掉再说 因为最近开始从这个 这个包括小港那个区域 就开始要进行水管的淘汰 为什么水管淘汰很重要 因为台湾有部分的水管 可能都是十几年二十年以上 甚至在台北市之前 已经做过把千管都换掉 这些东西 这个水管老旧会长 这个漏水率 那我们台湾的漏水率14% 这个有啊 就在钱瞻里面 对对对 我们要全部把这个做到 所以这个就可以做到 这个其实你这些都可以做到 太旧换新 太旧换新 再第二个 如果你真的是要说海水冲马桶 我觉得那你倒不如做做海水淡化 海水淡化系统 现在我们台湾的话 台硕就有在做 台硕他是做这个十万吨 然后这个花了大概五十亿 一天有十万吨的这个水 这个也可以改善嘛 部分包括说像 重复使用的水的系统 甚至学学新加坡 怎么把水 留在他们的这个水源里面来说 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做啦 我看完他的这个 这些做法来说的话 刚才当然我们这个市役 这个这个宇真有分析就是说 这个总的花费大概要四千亿 其实我觉得应该不止这个四千亿 因为你还要包括说 这个老旧管线之后 知道怎么处理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他那种证件你一听就知道说 其实完全都是不符合 所谓的我们一般的常识跟一般的这个状况 那他可能就讲出来了 讲出来之后他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去圆 而且我觉得他现在也没有人可以帮他说 整个一套的说法 把他完全能够把他建构化 就是反正看到什么就讲什么 看到什么就讲什么 那有点像说 过去韩国语的这个选战方式 我们也觉得说 他好像看到什么就讲什么 然后讲了之后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接 包括说之前有什么 这个各地要升这个国旗台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你会觉得很像 那很像的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一次对民进党来说的话 当然以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应该是 我觉得这个瑞熊哥讲的没有错 我觉得这个时间来说的话 反正就在 他们就在等这几天的时间过 过来之后就大概知道结果是这样的 好不过很多人都说李梅珍 很像是韩国瑜的2.0版 但问题是大家说 韩国瑜至少口才比较好 有时候他讲他自己的证件的时候 舌菜莲花 可是李梅珍被问的时候 又拼命跳针 好不过讲到韩国瑜 现在也有人讲说 有没有可能韩国瑜在最后的关头 也就是说在这个选前之夜 他可能会出来替李梅珍辅选 好那这个部分我要请教雨珍 你怎么看就是以高雄人来讲 才刚刚罢免了韩国瑜 那如果韩国瑜在选前之夜回来的话 到底会不会反而是帮到忙呢 雨珍 我觉得其实是会的 对 就是因为韩国瑜 我们当时高雄人其实是用了93万 然后9090票来罢免他 表示说我们有93万 将近94万人非常非常不爽 你帮李梅珍助选 我真的觉得这可能会是帮到忙 那当然这是一个部分 另外还有一个部分 在这边就是还是会非常想要拜托各位高雄市民们 拜托你们一定要出来投票 但是千万不要投给李梅珍 为什么这样说 其实韩国瑜他在选高雄市长的时候 他是拿到的2,800万 所以两次的选举其实是让韩国瑜的这个荷包赚得非常慢 那在这边就要跟大家告诉一个小佩服 就是我们可以用选票来换钞票 怎么说呢 如果我们让李梅珍的票 就是他没有超过陈其麦票的三分之一 或者是说当选人票的三分之一的话 那李梅珍他就会拿不到这个选举补助款 所以在这边就会很希望大家 就是虽然我们真的都很累了 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出来投给我们觉得 好 谢谢 谢谢雨珍 谢谢你 好 那这个部分我要请教一下瑞德哥 那你怎么看 就是说现在大家都认为说韩国瑜可能最后基于人情的关系 他还是会跳出来帮李梅珍辅选 但问题是对李梅珍的选情是加分还是减分 我觉得对李梅珍 现在反正有人来 有人来就好了 大咖都来了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韩国瑜我觉得他的个性他会忍不住 韩国瑜不能在这一场高雄市长的 这个等于说补选里面缺席 因为还有130万的高雄市民是支持他的 那么李梅珍的得票数即将让我们看 有130万里面的多少人是支持韩国瑜的 那韩国瑜他如果缺席的话 对他除非韩国瑜要推出政坛 否则不管是中国国民党的相关的主席的补选 还是韩国瑜的未来 他不能在这个时候缺席这一场 高雄市长补选嘛 可是他出来了以后又有一个风险 为什么刚刚说的嘛 94万对不对 他130万在哪里都还不知道 94万一定会出来教训 教训的%数多少我不知道 但是本来可能不想回来投票的人 可能会因为这样子 一份填膺又冲出来了 所以呢我觉得比较可能的做法 可能真的是拖到选前之夜 激发部分的韩粉 看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这样出来嘛 对不对 不过我倒觉得因为除了韩国瑜之外 那么有一位这个前总统叫马英九 最近讲话都怪怪的 他说陈其脉已经被否定了何德何能还出来选 如果这样的话 那朱立伦不是输得很惨吗 那朱立伦已经被否定了你怎么出来选啊 然后2024年朱立伦应该自己放弃 那不是在卡株吗 那韩国瑜已经被罢免了 总统大选也输了 那不是卡韩吗 一卡两个你知道吗 卡韩又卡株 原来马英九是卡韩跟卡株啊 这个地方说从政治的解图里面 我终于看见马英九 原来他真正的意思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微来 今天我们来看看高雄市长补选 那么包括李梅珍 包括这个陈其脉 现在呢在这个财产申报的部分交锋 主要就是因为在之前呢 江启臣他就批评这个陈其脉说 他在财产申报上面只有十几万 他说鬼才相信啊 好但是李梅珍他申报存款多少呢 零啊 所以呢陈其脉这边竞选总部 他们就讲说 李梅珍零存款是连鬼都没办法相信吧 江主席又打自己人吗 然后陈其脉他也讲说 江主席不管面对财产问题 或是党内涉及贪腐都是两套标准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申报存款是零啊 对事实上如果以这个目前两位 这个算是市长候选的里面来说的话 陈其脉当然他的这个现金少 然后就被这个江主席说鬼才相信 那当然啦李梅珍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 他的这个现金来说的话是零嘛 那刚才其实是这个有人表示就是说 因为他的存款没有到百万以上 没有到百万以上的话 其实百万以下的话是可以不用申报的 所以才会出现零这样一个数字 所以不用申报他就写一个零 对那但是无论如何啦 这个如果以江启臣的这个逻辑来说的话 那零的话那鬼才相信嘛 鬼也不相信 鬼也不相信 所以才会说这个好像双方都有对这个有一些意见啦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种财产申报这种事情来说的话 其实大家看得懂这其中的妹妹嘎嘎 像这个陈其脉就说 为什么他钱这么少 第一个他目前还有这个包括说要有这个存款 这个所谓的房子要付贷款嘛 要付贷款的话 所以钱当然都支出去 可能就每个月付贷款付贷款 而且钱的话最后就是进到他老婆的户头里面去 所以如果老婆户头多的话 那他当然的账上的东西就少 不过我们看他其实申报里面还有土地还有其他东西 所以当然你不用专门说这个账上先进是零 就说这个很少就说这个鬼才相信 事实上真正的很多人都会把它做成是负的 我们还看过说账上就整个财产申报其实是负值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借了很多钱 借了很多钱的话银行贷款非常多嘛 那银行贷款非常多的话 你就这个债会比你的这个资产更多 就变成是整体都是负的 那个才是高竿啦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立法委 很多这个政治人物都是这个 整个资产都是付的借款一大堆 那种才是有问题的人啦 我觉得你要说这个现金多少 我觉得那个其实不是太大的重点 那争夺在这个议题上面去打转 我觉得就如同这个江启臣 我觉得一个国民党的主席 如果你在意的只是这么小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说有点可惜 就显示说你好像找不到什么地方 可以真正猛烈的攻击 用这一点来攻击 我觉得其实不是太恰当的一件事 认为这不太恰当 好那所以我就请教专委员 你觉得呢他们用这个部分在针锋相对 还有就是韩国瑜他出马之后 是不是可以真的帮李梅珍加分 你觉得 韩国瑜出马对李梅珍到底有没有加分 我反而会觉得是国民党里面各怀鬼胎 为什么 站在江启臣的立场 或者整个国民党的一个核心的这些干部的立场是 这一场仗剩下四天半以后 结果就要揭晓了 那如果是败得很难看的话 责任算谁的 哪一些人去站过台的 你全部都去背过书的 好像似乎好像大家又责无旁贷 要一起来承担 可是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人空空空空 大家期待 就是这个人来站台 韩国瑜如果来 如果选得不好 他可以讲 英语的韩国瑜 全部都甩锅给韩国瑜 那韩国瑜干嘛去站台 怎么都笨 但问题是说 如果选得不好的话 韩国瑜却选不好 甩锅给韩国瑜 重点是说 万一选得好呢 你觉得有可能吗 所以国民党现在就说 万一 四天半的时间 因为他每天都在拔杯 拔杯还是觉得说 万一选得好的话 大家可以沾沾 沾沾沾韩国瑜的光 所以你看大家都一起去的 所以我会觉得 国民党这一战到现在 你说有没有大咖的 侯友宜够大咖了吧 侯友宜很大咖啊 谁敢说 民进党人从来不敢说 侯友宜不够大咖 可是去了又怎么样 如果产品是如此 如果在选举的过程这一些 让人家觉得提出来 都是不太正经的 你说你说这个叫一般的 国民党的支持者 他们情何以堪啊 这几天打了议题 你注意看 你说政见的 大家没有一个人真正给他拍手 大家都喝倒彩 你说连他们的党主席 提出这样的一个财产 到底有多少的 什么十八万的 什么鬼不相信的 我会觉得 这个都是一种 一种影射式的 好像会觉得说 你看你钱不想藏哪里去了 你怎么可能只有这么少而已 谁规定民意代表 一定要很多钱 民意代表也有可能是 真的是欠钱的 民意代表如果说 你今天喜欢 你去买个房子 难道你当议员 当立委或当首长 你就买房子不用钱吗 你买了以后没有钱 你还反而去贷款 你要付房贷 你要付房贷的话 那你说为什么 你账面上的存款 你还要期待他很多呢 所以打这个议题 我本来就会觉得 这个有一点无厘头 如果今天是像 今天是像那种 以前什么王令玲 还有那一些 甚至一方之霸的人 你说那户头是这一些 当然是不合理 所以这一波 我注意来看的话 它不管是政签的一个突出 或者说最后这几天 最后的一个充斥 议题上的一个攻防 国民党来讲 完全没有淘到便宜 完全失分 我们休息一下稍微来 好 回到我们前进行台湾 我们来看到 在这几天 台湾来了很多贵客 包括了美国的卫生部长阿扎尔 他到台湾 第一个行程是 觐见蔡总统 那么他也说要来传达 川普总统对台湾 强力的友谊跟支持 而且以在台启用的 AIT大楼为例说 双方的关系就像是 尼契专墙一般的 坚实承诺 好 同时呢 坚效有一个重要行程呢 就是在稍后 马上就要签署 这个台美卫生合作MOU 那可能会讨论 医药卫生物资等等的主题 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